这部戏大家所有的人物 都非常的有性格 每个人单拎出来 就大小角色 都看上去会让人记得住 干什么你 他恨不得 说天下的坏事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你没有死 谁死了 咱俩做火烧不买票 嘴 这样不好吧 这事我们不平安 可能这么多年 一直跟毛岛合作 大家都有了互相的默契 在这个戏里面 比较强调生活质感 人物的喜怒哀乐 情感冲突和各种境遇 你在这样的话 我真觉得自己没脸了 你怎么没脸 你有 你脸最大 看着脸一定大 说什么呢 那么东北 又是一个诞生二人传的地方 所以它自然而然的 它的人物表达各个方面 它就有喜剧的基因 苏联红军进大连的时候 我就一块扭过 比你扭的欢事 我一把你扭给我看一看 来吧 你看我给你拿一个 在拍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拿着鸭子 拿着鹅 然后上火车赶火车 很像我们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赶火车绿皮火车的经历 这些细节会让你觉得更加地相信 我们整部戏中有很多很多的群演 这些群演都会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看戏的时候 也是现在的观众越来越专业 可能不只是看到演员的精准表演 但还需要旁边的演员 当他们把氛围 气氛做足了 那我们演员站在里面 哪怕不说话都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都特别熟 无论是跟刘薇老师 还有我好朋友高露 大侠 所以可能私底下没事我们就在一起会聊戏 也会根据一些自己的特点加内容 嫂给你染染 偏方你看趋于黑 比如说那段时间 我突然间发现我长了一根白头发 是我自己 我说陆姐我们今天演场戏就演 你给我染头发吧 这样一下子就是带入姐妹中生活中的情感 这几年辛苦了 一下就把我们的人物关系 以及好玩有趣的生活就加到戏里 其实好朋友演戏就是可以更放松地 把自己交代给对方 然后大家一起去搞创作 这喝稀饭呢 尿多 喝酒呢 话多 我告诉你 说的就是你一点都没有错 宝贝 你不能生我气 类似这样的事情特别多 包括刘薇老师 她也生活中本身就是一个看似很严肃 但是其实特别幽默的一个人 处长她这么不讲理了你还给她撑药 让我进去 不要进 这是我的私宅我不让你进就不能进 我给你脸了 给你脸了 跟她在一起有点没大没小 就把这些东西放在戏里 然后就觉得虽然她是前辈演员 但是我们跟她在一起已经太熟了 所以可以更放松地去在戏里尽情地欺负她 她要是不来 我今天就送进上几点 傻人是要偿命的 偿命就偿命 那也比冤枉自强 一天到晚能跟着我 怎么跟她说的不行 认死了 我们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 大家更熟悉的是 佟丽娅 实属打理文文尔雅的女性形象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我挖掘出了她 本身具有的这种性格特征 就是高塔霞的这一面 打我呀 我不能对不起你 拿着吧 吓她 可能看惯了佟丽娅其他角色 可能会有一个接触的过程 但是我相信看完了这部戏 观众一定会喜欢 佟丽娅塑造的这个高大霞 就是感谢高大霞吧 她是那么的生动可爱 然后又是一个 非常有力量的角色 她身上那种勇往直前 然后不服输的冲劲 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坚持自己的那个信念 然后去努力吧